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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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我們很感謝營運中心的落成 它在悟空的地方 悟空以前是省议会的所在地 这里也算是一个民主的发言地 大灯 大平 大行 能够在民主发言的所在地 这里是省议会的地方 从这里出发 可以象征将来会走向前世界 大灯主要是出版我的书 那我自己写书 就是因为被出版社这样子在后面赶 他说已经没有书可以印 那我就要写得很快 每天一定要继续写 因为大灯文化到目前为主 好像只有出版我自己的书 所以这一本是223 那么223完成 给他不到一个月 他就出版了 那224呢 我是议备 我在8月23号要离开台湾 回到美国两个月 那224 我不赶快写 会来不及在要登机以前 就很想把它完成 好 我们弟子非常有福气 这是224 现在在写是224 写得很辛苦 不管如何 就好像 好像必须要把自己肚子里面的墨水 全部都要挖出来 写得很辛苦 师尊辛苦了 那么其实他们出版书也是蛮辛苦的 很多的这个校对 很多的印刷 还有这个设计 种种的这个打字 都是很辛苦 出版一本书便不是很容易 但是每一本都算是很精良 很精良很优秀 谢谢他们 那么现在的这个 这个大品 大品 是我自己画画 我画了画以后 就产生了这个大品 这个艺术中心 那么画的画 就很多的这个体材 那么我也尽量这个 学习这个前辈的画家 所画的东西 每一样我都要赏识 在台湾呢 我就没有比较少画画 因为台湾我没有这个画饰 在美国西雅图 那中委会的楼上 我有一个画饰 那么这个画直的呢 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吊起来可以看 画横的呢 就必须要用框去把它组合起来 那么俗美她就讲 她说画直的比较好 可以吊直的 可以装表起来比较好 那么我习惯画直的 也习惯画横的 那么将来呢 也要画大张的 那么很大张的 我这个我的画大部分来讲 都是我自己画 我自己欣赏 那么也有弟子欣赏 将来希望能够推出去 也让所有的大众都能够欣赏 绝对会 一定会 谢谢大家 听说我在楼上 刚刚在楼上休息的时候 有很多人看了这个画很好 那也有人 好像也有请购 好像很热络 谢谢大家 那么我这个创作呢 我回去西雅图的时候 我会在那个画廊 自己本身的这个画画的地方 有一个画室 我会多画一点 这是大型啦 那么听说这个营运中心 也准备了一个画室给我 我问说这个画室在哪里 她说就在这个大厅 哇大厅很大 那时候呢 就要铺上很大的画布 然后我把那个颜色 就用水桶装 用水桶装起来 用泼的 给它泼下去 看它像什么 我们就画什么 这个就是泼墨画 泼墨画的时候啊 画大张的最好 这个用水桶装着颜色 然后画布呢 我告诉大家要渲染 画布先要弄湿 渲染的叶大的 就要给它泡水 墨水一把它泼的时候啊 它就会渗透 然后会延伸出去 就会变成很多的色彩出来 这个是泼墨画的 那么要小渲染 就用喷水的 用女生这个 好像喷陀华的啦 喷那个 这样子喷水的 喷一点 泼一点 喷一点 泼一点 这个都是一种艺术啦 希望大家将来能够欣赏到 师尊的 这个 像这个 全国汽车 那么大幅的话 这一种是艺术啊 艺术 那么呢 这个营运中心里面也挂满了画 二楼也挂满了画 我自己进去一看也很惊讶 我以前有画过这些吗 结果一看 自己也满欣赏自己的画 可见啊 可见这个画 还不是很简单的啦 自己画过了 自己也能够欣赏 那一定是好画 对 对 对 第三呢 这个大型 就是从这个书本里面 从画里面 所横生出来的 那么其中呢 也表示了这个精神所在 那么他也可以将来呢 也可以做活祭 这个我们所用的 这个密教所用的 这个种种的法器 密教所有的佛像 密教所有需要的 种一种的这个汤卡 或者是种种的这个艺术品 都可以在大型里面 可以展示出来 那么我也将来 也希望那个所有的同门啊 都能够常常到这个大灯啊 大型啊 大品 这个走一走 你们只要走进去 再绕出来 就好像是一个艺术学院毕业一样 沾满了艺术的气息 沾满了艺术的气息 我们人生没什么 人生就是需要有艺术 艺术的话就是一种美 那一种感受 我们画的人是要真 那么所产生的东西是要美 从这个美跟真里面啊 会出现我们这个心灵的 一种提升的一种善 这个就是真善美 那么艺术的东西啊 写书画画 这个恒生的所有的艺术品 佛教的艺术品 就是真善美 那么昨天呢 我也看到这个歌星星龙啊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法会 辛龙他是这个唱歌 他有很多的这个CD啊 在这个所有的唱片行 他也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歌企的专家 我们希望将来大灯 大型大品 也能够生产这个CD出来 这个CT啊 包括怎么样 咒音的CD 是遵守念过所有咒音的CD 还有我们这个生活中 很多歌唱人才 都可以出产CD 将来如果有录音室的话 大家都可以从这里 将来呢 这个大型就变成 也有音乐 音乐就集合起来 我们生活中的 像辛龙啊 的CD啊 像这个 好像年级上师也唱的 这些什么 刀山挂 刀山 刀歌啦 不是 不是刀山挂歌 是 刀山道歌 当然啦 他这个 刚刚出道 刚刚出道 我希望他唱 能够唱得更精美一点 出品更优良一点 这个大型也可以卖他的CD啊 连级上师的CD也可以啊 那么很多同盟都有歌唱的天才 真佛宗将来 变成一个真佛宗歌舞团 我们这个歌舞团啊 不是去跳大腿舞的 不是去这样 去跳大腿舞 到世界各国的真佛宗道场去劳金 不是的 我们是要把真佛的歌舞 显现在佛法上面 让人家振奋他自己的心灵 你看嘛 像昨天的法会啊 那个炉香站 那个炉香站 就是我去印尼的时候啊 我在梅南的地方 在梅南雷藏寺 突然间听到这一支歌 非常好听 我那时候拿着香药拜 我就停止 我一直把这个歌听完 我问说 这是什么歌啊 这个印尼的同盟跟我讲 这是炉香站 我一听啊 我说这个歌声好 我喜欢 我心灵就快飞起来 跟佛菩萨一样飞起来 飞到西空之中 你们昨天听了我真佛宗的手 谱出来的炉香站 你们自己听了觉得如何 好 一季棒 好 将来我们的这个大型文物啊 照样要出版CD 这个师尊的歌喉不是很好 那师母以前曾经讲过 我的歌声啊 是比较柔性的 连吉桑师是比较刚性的 比较刚性 比较刚的 我是比较柔的 柔能够克刚啊 柔能够克刚啊 这个刚性的 有时候也很好听 但是你听一听 柔性的歌声 心灵啊 会这样子飞扬 看 这个 这个听这个 刚性的歌声 你就会 像刚刚这个 这个他们表演的 那个 那一种英雄之气 就会挥发出来 各有所长啊 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也有会写文章的 也有会画画的 也会唱歌的 也会跳舞的 将来我们生活中 弄一个 增佛中歌舞团 那么就请这个 淑美先生小姐 淑美先生小姐 她将来啊 也可以组织一个 生活中歌舞团 那么实时在这里 表演才艺 那么所有的人来看 进到我们这个 大灯 大品 大型 他们也能够有充分的这个 艺术跟心灵的修养 其实人生无他啦 这个修行最重要 修行是第一重要 那么第二个重要 就是要有他的心灵上的修养 那么谢谢这个大家的道理 谢谢大家